字幕提供 李文安的聲音 是不會假的嗎 記者 這誰啦 你再噁心一點啦 不要吃藥 把他講得跟傳福音一樣 你開我什麼玩笑啊 字幕提供 阿斯拉高的前面 想好想好 跟你 欸他說的喔 他說的喔 他說的假的 把他撞到半死的 是老爺 把他撞到總統最好 最好的朋友 這他講的喔 這不是我講的喔 欸這他講的喔 這是誰 你在幹嘛 欸 他就是若選的那個中常委啊 林一錦是不是 幹嘛他就是若選的中常委啊 對吧 他是林一錦吧 是不是 欸各位聊天室回家我一下好不好 我跟他不熟啊 他是不是林一錦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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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林一錦 唉呦 你們真的是很不捧場欸 好我們繼續 各位好喔 我是富聖電台的董事長 喔 你可以叫我祭民啊 祭民啊 是啊 各位好喔 我是富聖電台的董事長 喔 你可以叫我祭民啊 祭民啊 江湖啊 是他的綽號啦 所以我跟你講江湖 大家都不知道他本名 他本名叫銀壽啦 不怪他要叫祭民 要叫銀壽喔 真的很難聽的啦 喔 林一錦啊 欸欸啦 你為的林一錦啊 銀壽 啊銀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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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沒有Gate到 啊 所以說的 他的綽號叫做祭民啊 我來聽他說話 我以後 我以後 認識 這些 各位 岑西南 Laban stars 達 MC 上銀壽 每月 兩個 ANS мик 1 你們要來台灣 我來對台灣 這樣你們就不來對台灣 這不是 不好意思 我請在那裡口頭上 不要一直搖啦 看他這麼痛 人之心來的機會勝利 我們感謝 我們可以 各位各位NONONO 營壽這個字本身就很有意思 哎呦你們要有點想像力 什麼贏什麼瘦 好不好 不用改 不用改 欸 他不是女友友喔 剛才林以前有介紹喔 講我們的志民啊 是麻將的市場最好的朋友 在艱苦的時候 在好睡的時候 都會溫暖 介紹我們的志民啊 好的 剛林一錦這樣講的喔 這不是我講的啊 他是賴清德最好的朋友 他電台到底怎麼賣藥的啊 根本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好不好 各位啊 這就是我們營壽啦 啊 這就是我們營收啦 啊 我們志民啊啦 啊 我們志民啊 你看 跟蠻清德 蠻清德 蠻清德 被控會選 市政顧問 紀比娜也被捲入 他當年就是台南的市政顧問了 是賴清德後援會長 是賴清德最好的朋友 現在變成了總統府的國策顧問 OK 喔 他曾經是議長會選案的他之案被告 好有意思喔 他只是被告而已喔 各位不要誤會喔 他只是被告而已 你看 民視也認證了 這不是我掰的嘛 長子婚宴畫家大開 賴清德大報兒資料 你看 這紀明娜啊 賴清德有人喔 民視共的喔 行政院長賴清德 他的大兒子賴婷語 在日前舉辦婚宴了 他是跟在美國一起念 就所所 的新娘陳曉音 兩個人在婚宴上是相當的活潑 跳舞 跳到 說他的 小一快步搖滾跳舞進場 這不是我講的喔 民視講的喔 我們是在介紹賴清德好朋友 我就跟你講要交對好朋友嘛 民視也說他是賴清德最好的朋友 賴清德的好朋友 好好得到達一 賴清德 賴清德總統的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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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德電台 賴清靈自明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致明的人生平 來各位致明啊 是聚安糖藥廠的股份有先公董事長 喔 所以你看喔 悠悠長喔 聚安糖喔 也是富生一生的大長 你看喔 2016年 這是他的經歷齁 聚安糖藥廠呢 股份有先公司涉嫌違反了健康食品管理法 被致安地檢署起訴證件 哎呦 當時有新聞啦 我來個 各位這個新聞被下架了喔 很神奇喔 這新聞被下架了喔 仔細看喔 我們致明 賴清德最好的朋友 我們致明啊 當初是這樣 康銀壽被控在廣播節目上 看大食品療效 電台誇張不要 賣藥 市府顧問 前顧問被起訴 他現在是國社顧問 台南市政府前顧問 聚安糖的藥廠負責人康銀壽呢 販售四樣沒有健康食品 證客 證許好 證號的這個保健食品 電台中誇大療效 康銀壽坦誠犯罪 各位他賣一堆假藥給大家吃啊 還起訴 一年 然後只要繳十萬塊就好 你看我們台南是不是一個好處 熱身體是不是一個好朋友 俯成之聲電台負責人康銀壽 58歲 綽號祭銀壽 他呢 是賴清德選舉時候後援會會長 賴清德最好的朋友 在自家節目化身祭銀壽 主持上午8點呢 到中午12點的節目 廣告聚安糖的產品 南間起訴書指出 康銀壽被販售有保健功效的產品 調解血糖的唐立康 調血脂的納豆紅麴 顧骨質的鈣博勒以及顧華素 經檢調送衛福部鑑定 皆無在衛福部發健康食品許可的小綠人 只在包裝上印食品 康銀壽在節目時誇大四項食品療效 床宣稱唐立康祠這醫生 聚得游化 費糖也登不到來 現在我們的動力夠 吃半月後 時間疊 費糖漸漸去落下去,收著 費糖如果 如果太淨 ителей往廚 回吃一唇 費糖就在標準了 哎呦你看看看看看看 你砍一砍 叫你不要去看醫生 我的天啊 每瓶一千六賣給聽友 數千瓶 競價不到售價一半 獲利超過五百萬 結果我們的檢調我們的檢察官 說你十萬就可以了 就不起訴你了 還起訴 各位不要跟我講說什麼 少攤數會打炸 這個就詐騙啊 賴清德說要掃貪素黑打炸 但他最好的朋友 他的最好的朋友當初時 就是在詐騙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 所謂的掃黑素貪打炸 很多人在討論說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 我平心而論好不好 選擇性啊 選擇性辦案啊 康寅之後就證明這件事情啊 當賴清德把他聘任到總統府當僱人之後 證明一件事情啊 不是不能做壞事啊 是你們不能做壞事 如果大家現在我天到地 所以我好羨慕 好想跟賴清德當朋友 做壞事都不用被抓 好啊 好啊各位來我給妳看看判決書 很精彩喔 唉 結果法院說你繳十萬塊就可以滾蛋了 唉 不是判決書嗎 裁判書喔 來 看我們 唉 各位妳要搜尋他打康寅壽 打致明是沒有用的喔 來 台南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不是這個過失致重傷 好這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看假藥的 新竹法院來來來來來來就這個 筆錄啦 我們先看筆錄啊 你看喔 被告聚安堂康寅壽 善烈被告因違反藥事法 儘管要提起公訴 然後最後呢申請判決 OK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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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